身把体谈三层皮一针见血砍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中聊球 今天胖中跟各位球迷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BA 聊CBA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下CBA本轮比赛结束之后 又上演的一出闹剧 那么这出闹剧是出现在哪场比赛呢 出现在本轮山东西王对阵山西南岚 这场比赛的结束之后 我们知道其实这场比赛 山东西王是取得了一场29分的 韩唱淋漓的大胜 那么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龚小斌也算是心情比较不错 那么带着球队的前队长贾成 来到了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那么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 准备进行赛后点评 两个人刚刚的坐定 坐到了发布会现场的凳子上 结果此时在旁边有一名CBA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 也是上前提醒了龚小斌 表示这场比赛 你不应该在赛后带贾成来参加新闻发布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按照CBA联盟的规定啊 每场比赛主教练带领球员来现场参加新闻发布会 都是有一定的约束和要求的 你所带领的这名球员 必须是在本场比赛 得分篮板或者助攻这三项数据之中 任意一项数据的最高者 那么但是在这场比赛中呢 贾成全场比赛砍下了12分 10个篮板 他的得分在全队排在第4 他的篮板球数量呢 排在全队的第2 因此呢 并不符合CBA的规定 也就导致龚小斌这场比赛 他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是属于违反了CBA的规定 那么龚小斌随即也是反驳到该工作人员表示 不是说规定前三名就可以吗 前三名就可以 你给打电话问问 然后该工作人员也是直接回击到龚小斌 说我不用问 这个事在过去这两个赛季里 都是三项数据的第一名 才能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 也是非常强硬的回击了龚小斌 随后龚小斌也是非常有气场的回忆了一句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叫跳啊 当时这个画面一度陷入到了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个僵局 那么整个现场也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么主持人也是赶紧的圆了个场 也就随即就宣布了这个山东西王赛后新闻发布会 赶紧开始了 是吧 开始之后呢 新闻发布会 那龚小斌做出了一个简单的点评 随后球员简成也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点评 那么当主持人正在宣布 请媒体记者代表进行提问的时候 龚小斌和贾成两个人就已经起身离开了发布会现场 很显然这一点上也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太礼貌的 但很显然这一点不礼貌的行为 也是由于现场的一个工作人员 他是挑起了龚小斌心中的一个怒火的 是吧 让龚小斌对于这个新闻发布会失去了耐心 因为当你看到主教练带着贾成来的现场 然后你提出这样的质疑 首先也是对贾成的一种不尊重 那么在其次我们要说的是 其实这场比赛 那么新闻发布会现场出现了这样一个闹剧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闹剧 能够引起联盟的重视 未来的制定这样一些规则 一些制度上要更加的完善和细化 对吧 你不要那么较调 就像龚小斌说的 你不要那么较调的去规定 必须要带领着那支球队的一个得分最高的 篮板最高的 助攻最高的来 对吧 这太有约束性 局限性了 对吧 我们知道山东队这场比赛 球队得分最高的是哈德森 助攻最高的也是哈德森 30分8个助攻 那么篮板球最高的是焦海龙 也就意味着龚小斌如果按照要求的话 他只能带焦海龙或者是哈德森来的现场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一些其他的CV球队 经常上演一些异常比赛 外援占据着得分篮板助攻 三项数据都是权队最高的这种情况 是吧 大双三双 是吧 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么如果说这名球员在赛后 这种球员他遭遇了一个体能上极大消耗 受伤了怎么办 对吧 这个球员在赛后遇到一些伤病 难道你还要担架抬着他来参加新闻发布会吗 对不对 这很显然我们的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的披露的 我认为我们的未来的联盟 应该可以像龚小斌所说的那样 更加灵活一些 对吧 各项数据的前三名 你可以来到现场 那么这就给了CV的各位主教练 他们在带领球员来到现场参加新闻发布会上 有了更大的一个调整的余地了 更何况其实对于一些教练员而言 每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 并不一定非得就是得分和篮板数据最高的球员 对吧 有一些球员他可能在场上一些得分篮板的数据并不华丽 但是他对于这支球队的一些战术贡献却非常的大 我们的联盟所制定这样的规则看上去确实有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次闹剧能够给联盟提个醒的 不要让这样的闹剧继续下去了 好了那么本期的胖州聊手 那就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别忘点关注 胖州玩天天必宁聊到点球